62 C.C.T.V. 新聞4000點 A股站上牛熊分界線 2015年7月22日經濟新聞原標題 4000點 A股站上牛熊分界線4000點關頭雪蘭也二 昨天A股變一口氣站上了4000點關口 在技術派看來 4000點一大與半年線牛熊分界線重疊 同時還是本輪實跌與反彈的黃金分割點位 能夠站穩4000點二而重大 帶領A股衝擊4000點大關的 依舊時中小盤等提材股 生物肉種、大數據以及次新股門競商漲停 而昨天上五圈雙板塊的突然崛起 以及高速公路板塊的暴漲 也為A股站穩4000點推波助瀾 中午11點過後 圈雙股突然崛起 圈雙板塊從下跌超過2% 瞬間漲幅超過3% 國金證圈600、109甚至1到接近漲停 儘管下五圈雙板塊漲幅收窄 但分析人士表示 圈雙板塊是牛市中業職談性最突出的板塊 但自年初以來其走勢並未體現上述特性 與此同時 中國證券業協會昨天發布了上半年證券公司經營數據 統計顯示 今年上半年125家證券公司 共實現營業收入3305.08億元 是去年同期的3.55倍 實現證利潤1531.96億元 同比增長373.6% 超過去年全年全行業證利潤總額約58.7% 被勸雙股環牛的市高速公路板塊 昨天 交通運輸部向社會公布了收費公路管理條例修訂稿 修訂稿確立了收費與收稅長期並行的兩個公路體系發展模式 受此消息影響 昨天午後高速公路板塊集體爆發 十九隻昨天交易的高速公路股有十四隻漲停 高速公路板塊全天也二百分之九點四四的漲幅 成為湖深兩市漲得最多的板塊 截至收盤 湖中止報四千零一十七點六百點 上漲二十五點五七點 漲幅百分之零六四 深城止報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點五六點 上漲一百一十三點一七點 漲幅百分之零八六 創業版報二千八百八十二點九點 漲三十四點六點 漲幅百分之一點二一 兩市近三百隻個股漲停 全天成交繼續保持在萬億元以上 站上四千點之後 A股環會一股酌氣繼續向上走馬 據風頭顧國一明認為 隨著大盤成功站上四千點 短期指數反彈有望延續 多頭或繼續發起攻擊 指數有望快速上行 不過要密切關注成交量的變化 如果股指繼續上行卻沒有放量 其短期上行的持續性將有待觀察 相關新聞部份配支公司主動發起清理活動不經神報信 首席記者王傑A股正在逐漸企運 葉內也開始反思在此輪股災中場外配支帶來的危害 曾任Heathev港證監前主席的中國證監會國際委員會委員梁定邦日前職表示 放任監管體系外的場外配支活動 成了此次跌市的最大教訓 把場外配支重新納入監管體系 是當前內地金融制度的首要課題 而最近一週 北京《神報》記者了解到 已經有部分配支公司開始主動清理既有存量配制 一位投資者轉發的配支公司提示短信內容顯示 為積極響應相關監管要求 我施將對所有交易賬戶進行有罪處理 建議客戶儘快結束借款 據悉 這時配支公司主動發起的清理活動 他們主要對存量配支做了兩方面安排 一是限期清理客戶現有持倉 二是對停牌各股造出專門處理方案 不過 清理存量配支上未蔓延至全行業 分析人士表示 當前點委正是清理場外配支的最好視點 這會比較個三方面 空間的練習 互相關的 任職